老板老板,我考上大学了,谢谢你给我资助的十万块钱 你说多少?十万? 对啊,是十万呀 我知道了,你去把白猪管古经理叫过来 好的老板 白猪管,你们部门的小房最近工作总是心不在焊的,怎么回事啊 是这样的,他还考上了清华大学 但是家里又特别困难,他父母又没有经济来源 所以,原来是这样啊 我这里啊,有五万块钱 就当是公司资助他上大学的费用 你呀,务必交到他的手上 对 好的,刘总 苏经理,咱们公司是新生小凡,是你们部门的吧 是的,白猪管,有什么事吗 哦,是这样的,刘总知道他考上了大学 但是家里又非常的困难 这个呢,是刘总给他的,你务必交到他手里 好的,白猪管 行,那你先忙,我走了 小凡 苏经理 你的学费凑得怎么样了 这个是刘总让我转交给你的 拿着块去交学费吧 谢谢刘总,谢谢苏经理 另外呀,还给你多放了几天假 回去多陪陪您的母亲 哎 刘总 小凡 首先呀,恭喜你考上了名牌大学 你工作呀,也是分成的努力 我相信呀,大家也都是能看得到的 其实呀,资助你上大学的钱 并不是我一个人的主意 还有白猪管 苏经理 以及公司其他的同事 五万 并要十万 很多我还是分成的 我还是分成的 小几婚 毕竟 ça 还不成功 能 小几婚 何 感谢观看